还有另外一位男士被冷落了 好了 我们休请Victor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OK 像我是做市场部的 做市场部呢 这个我们近期做过的一个活动 就是因为到三月份大家开始报税了嘛 对对对 然后报税 然后我们这个团体新开始 我们有一个自己报税的一个表格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在做的过程中呢 然后也给一些就是做过这些事情的人看过 但是当中有存在也有很多漏洞 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呢 就决定不冒这个风险 就是组织自己那一步给大家报税 然后我们这次做的是请了一个会计公司 然后这样子呢 它可以来 然后他们会计公司要求的是呢 只要我们南美校区人数合起来 达到20人的话 就可以直接就是帮我 直接过来帮我们报税 就不用学生再跑到 很方便同学 对对 就不用再跑出去了 因为因为我们学校地理位置可能有一点偏僻 然后如果去China Town这些地方的话 还是会有些远的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样做之后 然后这些公司过来就可以省学生很多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呢 学生就可以用来写自己的ISC这样子 不要再提起我的伤心事了 说得太好了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学生会不但呢 就是号召大家就是进行环保 而且呢 从另外一方面呢 你是给我们很多朋友们还有同学们提供了便利 提供了便利 就服务了大家 这是很周到耶 从生活然后到一些社会意识各个方面 生活琐事 对对对 都注意 从小到大都学习 对 因为大家出来了嘛 然后也都不容易留学生 如果有这么一个组织 这么一个团体的话 我相信能够为大家更好的服务 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个组织的宗旨 对对 就是为了中国留学生让他们更好的在这边生活 学习 更好的写ISC 说太好了 说太好了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就像他们啊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你们学生会的成员 然后这些成员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成员的那个总代表会长更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呢好像听说我们会长不但要就是给我们学生会 去组织我们学生会的活动 而且呢自己也有什么 舞团 对 看我们今天会长穿的特别鲜艳 对 从上到下 对 整个演播厅都开始大放光彩 对对对 要去赶一个通道 彩虹 是因为啊我自己是在Humber College读嘛 但是我有一个舞团的根基是在多大 然后呢那个我们团队里有七个不同 Different Background的Canadian 然后有一个女孩是多达拉队队长 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仅是舞技上 然后团队精神 包括啊这个英文嘛 对吧 如果英文handle不了的话 怎么去跟他们arguing呢 对对对对 不能给中国人露气对不对 然后所以就是对还蛮努力的 就我们这帮团队 然后在一起大家去接商演 然后去各种表演 包括我们今年Humber College 是跟Synica College有联合春晚的时候 我们都有去跳 今天那个多大CESA的时候 我们也有去春晚也有去跳 所以当时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那说到跳舞要不就请主席来现场 给我们稍微展示一小段 最拿手的 要不我跟你学一下也可以 对对对我正准备说呢 我说不能我们主席光跳 那么我们男主持人 我们派一个男主持人吧 好不好 我们男主持人那个腰身比较协调 来吧 男主持人开始 所以我想做一个什么动作 什么动作 扭腰的吧 就是那你抓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好了 就看你的气质就很很阴柔 要不咱们做一个 阴柔 我喜欢这个词 我就不爱听了 我们做一个那种很简单的vape的动作 好那我跟来学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会吧 什么样子的 没事 说我压力好大 没事对你别说他会 大家学一学看会不会 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是 大概就 那一往我边上站 往往这边往这边 好 所以就是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跳完后背就下来 哇好困难 能简单一点吗 我们可以直接就那种全身的那种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还好 对 我觉得刚刚那动作你肯定可以的 对对对对 下次节目你给我等着 来吧 是怎么跳的 对就是一个就是你 一个踢腿吗 一个扭臀 滑过来 我看来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个不适合跳舞 我们出去非常专业的 来简单一点的好了 这个太困难了 就入门级的 简单一点的就是 很HIPHOP的这种 Yeah yeah check it out 怎么那么像 突然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就像那个什么凤凰传奇 对对对 就yo yo check it out 建民果子来一套 没有错没有错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席 非常感谢主席 没有机会 以后再慢慢教我跳好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在观众面前丢脸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些学生会还是非常好 因为呢我发现我们的主席啊然后我们的会长都是非常非常的就对生活啊都充满了一个积极的态度 然后做事啊或者是像跳舞啊都是充满正能量 对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整个采访过程中呢都是会非常非常带动大家的积极性 然后呢也是要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能够抽出就是一年当中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为社会做一些环保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那么呢我们环保呢就先从关灯开始吧 对不对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第一次见到Shana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特别充满正能量的人 然后我知道你们社团有很多这种充满正能量的活动 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比如说首先是我们内部 因为很多因为我们学校白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可能华人少一些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的学生去参加白人的活动 所以我们规定每个职位就是在学校里任何的角落 你看到任何的poster你觉得对学生有帮助 我们都要拿手机照下来 照下来之后呢要进行整个 然后上传到我们所有的social media的平台 让大家去知道OK我们学校现在有这个活动 因为你只有从你身边的活动开始慢慢渗入 你才能渗入到更广的活动中去 如果很多每个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 我每天生活很无聊 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些东西放到detail上 你去看那些海报 就是学校每天有大量的各种活动去给你去参与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英文 然后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social network都会建立的蛮好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件很正能量的事情 第二件就是只要是有公益活动 我们都会进行联合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在那个梦想多大 那个国际行动组织里面做事 我们是希望把Humberg跟这个公益 更联系的更紧密 是希望培养学生的这个社会责任感 让他知道我们OK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无论到哪个地方 我们都是一帮很积极向上 而且关心社会的中国人 不仅仅是说我要随便丢一个垃圾 因为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贴子 是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说谢谢你sharing this garbage with us 然后是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 然后有同学照下来 可能这个垃圾是中国人制造的 但我可能认为可能是同学 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忘记的 无意的 对 所以我们留学生在外面 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一个community 是一个整体的形象 如果你强 如果我强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会更强 不是说你要强 我要把你扳倒 我自己变得强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整体的现象 希望大家 所以说希望就是college 我们要尽力得更好 所以我也从我这一带 就是从我这一阶做起 把大家college联合在一起 因为college的学生也很努力 包括我跟CSA 然后就是蔡宗超的主席 关系也蛮好的 所以他也很鼓励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希望中国游学生 更加的更紧密地在一起 鼓掌 没有了 我觉得听完我们主席的话 确实我们两个也得做一个 大受鼓舞 对啊 要做一个总结了 确实 因为我们每次 就是说很多学生 还是要平时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些提醒 就很多时候 因为中国人一个人在外 可能也有很多朋友 但是一定要忘记 一定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中国人一定要团结 要维护好中国人的这个形象 对 一定要在外国人面前说 我们其实是团结的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对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 那么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汉堡 感谢同学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有机会下次再来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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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聊跳舞 我去私下好好练一练 下次再跟你来PK一下 好 没问题 肯定 对 以后私下好好练一练 然后再来上周 不能在观众面前丢脸了 对 对 对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部的节目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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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